剛剛收到 今天,趕快開一開 什麼來的呢? 那當然是為了 ZF 而設的接環套裝 交涉自己賣不少接環 但是呢,有些自動對焦的接環呢 用來Altra 就做不到 當然呢,就是要另外一些比較強大的 內地品牌 就是天宮和 Megadap 等等 其實呢 自己有親身試過,亦都同一時間 跟廠方都認證過 即是 For ZF 呢 那就是說,如果你要用到這個 Leica M-mount 去有要自動對焦的話 就不能不用這個天宮接環了 那真是說,馬達 4 馬達設計 那還要現在最新版本這個天宮 其實呢,就有這個接點方式 用這個USB Micro 做這個Firmware Upgrade 那穩妥很多 不習慣,NICON手反轉相反 那另外呢 除了這個天宮接環之外呢 那當然是這個 DTZ 21 Pro 版 那其實就是 都是一些Firmware Upgrade的版本來的 那其實就算你以前買的 不是Pro的版本呢 其實Firmware Upgrade之後呢 都可以有一個非常高的反應 即是不爭得完 那出來呢 那有些... 慢慢不要搞我了 那出來有些什麼大分別呢 嘩,他不是說肩膀有什麼 那就是這個啦 這個 Sony鏡 可以用在這個 NICON機上面 這個版本就是HK版 那待會就試一下 放在這個 上面 這個NICON ZF上面 用Sony鏡子和這個NICON M鏡子 自動對焦效果會變成怎樣 真是 用ZF呢 真是很多 要買的 貓貓貓 先走到一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天弓接環呢 就是 剛才這個MegaDEP都 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可以把 普通的E鏡 都變成為 這個Z Mark 鏡頭 有了自動對焦之外 這個我上去之後 我不刷它了 跟著呢 在這個 天弓的 接環的情況之下 依然都是關機 才好上這個天弓接環 那 上了天弓接環之後呢 這部機就搖身一邊 就成為一部 可以上Z mount的 相機了 直接刷一下 好 好了 現在就嘗試放一支 Leica MR 鏡頭上去 本身這支是一支手動鏡來的 厲害在就是說 上了去之後 嘩 還習慣用抗手反轉了 一開機 大家看到了 可以自動對焦了 剛才所說的觸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對遠一點 無限遠 對回自動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那個速度 都可以接受 當然拍片我當然會說不行 但是自動對焦的話 其實都非常合理 那你會 有一點點眼力 觀眾會看到 這支普通的standard 50mm鏡 喂 沒有微距的嘛 為什麼現在我可以拍table top 我跟明日香的距離 即是說都是只有 50cm 原因是 這裡 無論你是standard 無限遠 當你拍攝完 譬如最近對焦距離已經過了的話 其實我扭了它無限遠之後 其實是對不到明日香 但是我是可以 手動對一個更近的對焦距離 而令到再利用天弓 對焦距離 是把任何鏡 都可以變成一支微距鏡 這個呢 就是變成一個 任何Leica M-mount的人 都是一個 神話 就是任何鏡都可以變成微距鏡 以往的Rangefinder鏡頭 相對來說是 少 微距的嘛 是不是 那就變了 嘩 所有鏡都變成了一支微距鏡 大家對所有鏡可以玩的場合 都多了很多 好了 OK有點亂了 不好意思 就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說緊 好 近對 接著 藍入瓶 近對 入瓶 幾快 反應 這些對不到焦的位置就要用手幫一幫 都是有左右兩個人頭 你自己選哪一個 所以其實 加上天弓哲環之下 人面變色 照顧OK 可以保留 Nikon 卻拚勵牌 又快 很細的頭都會找到對焦 的位置的好處 真的很厲害 今天 始終微距位,我都要用手來幫幫,因為超出了對焦範圍 但你看到了,一中招變綠色那件事,即是變成AutoFocus 那再下一步,剛才說到有這些傳統的Nikon F-mount鏡手動對焦菲林鏡 我現在手頭上這個天弓哲環,脫了M-mount鏡之後 就利用這個法蘭距,由一個M-mount變成Nikon AI 的Nikon Adapter 再加上傳統的Nikon F-mount鏡,AI鏡頭 這些單反鏡頭,Nikon 都依然可以變成一支自動對焦的鏡頭 剛才所說的普通的單反鏡,自動對焦,微距距離不夠的話 亦都可以手動輔助,變成有微距,所以自從有了這個Adapter 之後 所有的老鏡,菲林鏡,單反鏡都是重新可以大顯光芒 由標準的對焦範圍都變成M-mount鏡,所有鏡都會好玩很多 多了很多的空間 但是,都要提一提的就是 這些天空摺環,你會見到在一個這麼小的範圍裏面 雖然它是四摩打,但是有一個負載的能力 如果鏡頭太重的話,其實我都建議用一手磅一磅的鏡頭 才讓它來做這個對焦,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都幾多是燒摩打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呢,其實除了這個天空的一塔之外 通常我們都會推薦大家 可以用其他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可以用回傳統的手動 用微距環 再上回 這個M-mount去AI的Adapter 變成是一個很強悍的角度 當然是沒有了自動對焦 但是你微距的能力依然在那裡 還可以更加長的微距 所以很多人都會用這個方法來解決一些比較重的鏡頭 尤其是大光圈的問題 手動對焦 也有微距功能 最後還有一個Adapter 要為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 好了 我們經常說的串銷三兄弟 就是Artra Lab的AI G去設定的Adapter 原因就是說 有一些以往的AI 鏡頭 其實它的光圈 是需要 這個鳥棍的情況 才可以做到這個光圈 預視功能 所以如果 你是需要這個光圈 預視功能的話 其實是可以透過這個Adapter 上面這個圈 就可以改變 那個光圈的大小 所以 在沒有微距功能之下 但是你想很穩健的 把DI鏡頭 直接上去設定 其實還有這個Adapter 就可以令大家 可以很輕鬆 可以減少一些比較重的頭上去 整個外觀 都幾一致 這次真是一個小總結 這次這部ZF 真的 什麼都吃了 加一個Mega Depth 然後就可以用完所有的Sony鏡 還要提到一點點 這次的Sony Adapter 它的機身 就沒有了 夾夾 之前更新器材的USB線插 但是很緊張 現在 Mega Depth已經解決了一件事 就是用相機機身 來更新器材 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一做 接著今次的天公睫環 即是用M Mounts 放在ZF之後 外表沒有維和之餘 再配合其他M鏡 就像這支Hard Charler 樣子 靚仔 自動對焦 人面辨識 Tracking 真是 這部ZF 大給我無限的希望 加上睫環之後 什麼鏡都通吃 這次花錢了 大件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